大家好,欢迎收看日间频道,我是十九肥仔 早几个月,港大的经济管理学院就怀疑有一堆大陆下来的碩士生 他们的学历全部都是假的 事员就有一名在港大读书的碩士生 在小红书就说,有一个碩士学生疑似抄功课 加上之前曾经有违规的行为 令到学校对该名学生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要求那位学生提交学士的成绩单 但由于该名学生未能即时提交 令到港大展开调查,甚至查完整个经济管理学院 总共有200个学生被要求保交学士学位大学发出的成绩表 经过一个月调查之后 港大经管学学院的院长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之后 发现现在有大约三十几个学生提交了假学历的文件 所有涉案的学生全部都是大陆学生 而这些假学历全部都是来自海外学校 并且他估计最终会涉及80至100名的学生 他就说涉及这些假学历的中介机构 全部都是来自大陆和海外的 不请辅导协议 由中介去帮他执好一些东西 他们说中介当初就声称只不过是包装学术经历 申请文书帮他做跑腿 谁知道中介两边都骗了 一边就骗过一下包装一下 另一边就做些假学历寄去大学 经此一役之后 学校都表示 会要求学生除了交毕业证书和成绩表之外 也会要求提交其他第三方平台的学历认证 某些学生就更加会采取面试 他也提到在处理这个假学历案例的时候 他在港大法务部的同事口中得知 在其他学院已经发现到一些个别以假学历入学的个案 学校就即时踢他们出校了 其实用得假学历入港大 其他大学怎么会没有呢 中大、理大等等多间学院 都发现这些个案 相信那一个范围应该都挺厉害的 说起假学历 大家第一时间都应该想起 李隆基未婚妻 黄青霞、Chris 当初他就以财女的身份露面 高调接受访问 又说自己这样的学历 赚到很多钱 不用靠握 只要得到这些学历都要花不少钱 当中他的假学历 包括飞行学校 史丹福大学证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连那些什么进步证书都是假的 他就厉害了 假东西就假到当自己真 别人其他学生 都是想着借义 运到进去港大 读到碩士 出来找工作也好 申请做人才也好 别人都只会看他最高学历而已 别人就用假学历博一个真学历 黄青霞就把假学历当真学历 拿去给政府做人才申请 真是当政府白痴 搞到自己结婚前临门 搞到自己本身住大屋便住臭格 其实小红书也有不少这些中介 声称可以直接入读这些碩士课程 甚至说不问成绩 给得起钱就会有学位 曾经有记者放蛇办家长 就说自己的儿子 读一间在广州 全国排名800名以后的私立学校 就问如果读这些野鸡学校 报读香港碩士课程是否很难 各位中介就说 如果学生在读这些大陆野鸡学校 成绩又一样 基本上就很难以正常途径 去到香港的大学读碩士 所以就要为学生 换整个本科学历背景 中介就指学生 就不需要特意再去读过一些课程 或者转去其他学校读一读 而是这个中介会直接帮他们换背景 会选一些虽然不是最top 但是世界排名都不差 大概是排200位左右的学校 并且提供这些学校的真实学历和成绩表 以保陆取服务申请 石氏学位学生也不需要面试 将直接收到来自大学的陆取通知书 基本上只要不是顶尖的科目 其他学位都可以给你选择 至于收费 他说这些保陆取 香港大学要价70万 中大60万 成大50万 他又说为何会这么贵呢 是因为太多大陆家长在抢 他们的机构每年只不过只有16个名额 另外一间大陆中介表示 他们提供两种保陆取服务 一是假学历和假成绩 另外一种就是内部推荐 他们就说自己和香港大学的基金委员会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通过捐赠研究经费 就可以分到部分内部直接录取的名额 但其实这些所谓的两个方案都只不过是骗人的 因为其实你无论选择哪个方案 他都只不过是帮你做假学历和假成绩表 因为香港的大学 是不存在捐钱就可以拿学位的做法的 有从事中介业务的人士就说 中介有不同大陆学校的印章和成绩表 所以很容易就为客人制作虚假的成绩表 所以很容易就为客人制作虚假的成绩表 改科目拉高的分也都是全无难度 他也表示自己曾经帮过客人改成绩 令到客人成功入读成大的碩士课程 但是现在大部分都会用一些海外的学历来造假的了 因为中国教育部本身自己有中国高等教学学历认证 所有那些学生的资料 包括他们的签证出入境记录、院校等资料都是在上面的了 所以在大陆用这些假学历就比较难的 但是香港就不同了 香港查大陆的学历就比较容易了 按个教育部拿就可以了 但是他们就并不会经教育部认证大陆学生的海外学历 因为有些海外大学 他们对学生的私隐就比较注重 有些就不愿意透露 或者直接你都不理你 而且在学校方面都觉得大陆的学生思想比较纯朴 怎会骗我们 所以他们最后都是讲个顺致 这个思想上的漏洞就被这些中介应用了 就选一些世界排名后一些 或者选一些基本上都不会怎样查email的学校 来帮他们做这些假学历 但是这次这件事是黄了之后 我想他们都要想想其他办法 你不要觉得他们会停 没有可能会停 就是你知道的啦 做这些事的人 他发现这样不做他不会立刻停止 他只不过就会找一个更加隐蔽的方式去做 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最担心的事就是 究竟这么多年以来是有多少大陆的学生 是利用这些假学历的方式 成功在香港读过碩士 洗凉自己的CV 从而成为香港的专才呢 好了 下条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